其實我特別強調 剛剛講那個不要比較 這個在很多家庭裡 發生很大的問題 哥哥跟妹妹也會 姐姐跟弟弟也會 姐姐跟弟弟不用講了 剛剛也講的說 你看姐姐都這樣 為什麼你都不行 這個很常見 那弟弟就很受傷 哥哥跟妹妹更恐怖 如果你們兩個距離很近的話 那語言能力 有時候那個小一兩歲的妹妹 都已經超高的 真的很多 可是身為妹妹 對 壓力很大 他也不笨 他也知道說 我的天啊 為什麼這個人學英文 越學越比我更小 對 他會放棄喔 他會說那我不學了 這個真的是很容易 會有這樣子的 其實我覺得 在生理上不同 我們要考量 就像剛剛講的 男生比較喜歡運動 所以你在教養男孩子的時候 你一定要給他 很空服的戶外運動時間 很多家長有一個誤解 就是說 男生是好動 所以我就讓他學書法 學鋼琴 鋼琴 他在一下子下來了 其實這是錯的 因為你要考慮的是 他本來就要生理上 他要盡量的發展 所以你要讓他去騎車 去打球 去游泳 對男孩子來講 反而是可以讓他的 這個穩定度比較高 那相反的 特質上的不同 要考慮 比如說像我在教學的時候 你知道男生啊 所以呢 比如說我同樣 在教育堂課的時候 如果我把它 男生就會全神灌注 哇 進去就來 眼睛就亮了 然後女生呢 你都要讓他分組 讓他兩個在一起 好朋友在一起 坐在一起 那他就會比較有意願完成 那還有就是剛剛講到 思考的事上的不同 像男女 語言差異很大 我的經驗是啊 男生通常來講 語言的描述能力 整整要玩女生 大概一年 小三的男生 跟小二的女生 能力會差不多 所以當你在語言要求的時候 你就不能夠 把兩個人 比如說同樣的作業 拿來比較對不對 以前哥哥二年級的時候 你怎麼 姊姊二年級的時候 是怎樣怎樣 你那個弟弟怎麼會這樣 這麼差 那這樣就是不公平的 那再來就是語言上的 剛剛講到思考模式不同 像我在教書 尤其在寫作的時候 我覺得最有趣的一點就是 男生他很 不擅長用言語 去語言 或者文字 去描述他的情緒 跟感受 那我們就要給他 多一點的協助跟引導 而不是說要求他 要跟女生一樣 這樣他做不到 我私心問一下 因為這個其實也 困擾我很長一段時間 我小的時候 也是很想去讀 那個跨出我自己的疆界 去讀一些世界名著什麼 胡冰閃記 那時候最有名 打開三次睡著 三次打開十次睡著 我就不懂 為什麼要在一個固定的點 然後描述同一個胡 描述一整個chapter 我看得很煩 到現在還沒有看完 我當然後來就放棄了 可是我們看金庸就不會 一直都是對話 這個人跟這個人講話 那個人跟這個人講話 打來打去 然後這個全部套都看完 也不會無聊 好 那我現在要訓練我的孩子 因為我兒子最近開始 我昨天再讀一本書給他看 我一看當然不是胡冰閃記 但是那個調調就是一樣 完了 同一個地方 然後不斷地 描述左邊 右邊 上面 下面 就是不講故事的內容 對 然後我在編面給他聽的時候 我就想說 對 我就想說 我現在真的要請教這個安逸姐 我現在該怎麼做 我是應該是讀到一半 然後跟他說 剩下你自己看看 因為我想還是要讓他有閱讀 還是說我第一本就應該陪著他讀完 他剩幾年級 三年級 小三 對啊 我是個人認為 這個東西 暫時先不要勉強 所以我在選出的時候 我一定會問家長 你是男生還女生 如果是小三男生 我就會說 那你先去看 比如說像魔爹聯盟 或者是一些 最近很多什麼 有一本少年出俠 他就是有武俠的 或者是像那個戰爭遊戲 他們就會很喜歡 還有男生 比如說他很喜歡貓戰士 動物 所以通常我為男生選書 我就會以 動物冒險刺激犯難 然後這個 科幻 還有這個魔幻 還有打鬥為主 男生通常很快就可以接受 那女孩子剛好相反 女生喜歡裝扮 所以他就要小公主有沒有 乞丐王子 親情有情愛情為主的 小婦人 像這種書 就是男生女生差別就會很大 但是呢 有沒有碰過例外 也是有啦 我有一次有一個小二的女生 然後呢 我就給他了一本這個 小魔女系列的 就是那種下午茶啦 什麼的 然後那小女生很好笑 他比較皮 那女孩很皮 他看的時候就說 阿姨老師 我不大喜歡這一種的 好可愛喔 聲音也很低沉對不對 我不太喜歡這一種 我不太喜歡這種 然後我就馬上換一本 我可以拿一本 屋頂上的小飛人 或是長蛙皮皮系列 那個裡面的女孩 同樣是女主角 但是那個女生就很皮 他就是個孤兒很皮很皮的那種 馬上 後來他隔週來就跟我說 媽媽買全套了 因為他很習慣 所以有的時候其實我覺得 在年紀又小的時候 建立閱讀習慣的時候 先以他們的興趣為主 了解 不過剛剛講的是呢 是關於男生女生生理不同 然後教養方式也不同 可是有很多狀況其實是 爸爸媽媽會有那個 刻板影響 所以反而會造成錯誤的期待 我們來看看 爸爸媽媽有時候呢會對這個 男生女生呢 犯下什麼刻板影響喔 這是我們製作單位 這個統計的結果 很多爸爸媽媽 有一些刻板影響 譬如說男生 喜歡玩出去 女生要玩巴比娃娃 男生喜歡酸男生 女生喜歡 男生適合動態的活動 女生喜歡靜態的活動 男生凡事都要忍累堅強 女生哭很正常 是這樣嗎 好 可是這真的是刻板影響 對啊 而且其實老實說 大約百分之八十都是 都會這樣 都是這麼好弱 我自己就是這樣 像我對那個男女生的穿衣服 因為我們家有男的有女的嘛 那我自己對顏色上面 就有刻板影響 像我絕對不會幫我家三四寶 準備粉色的衣服啊 像我家的大寶二寶或五寶妹 他們女生我就一定會準備 粉紅系列的啊 或是黃啊 紫之類 男生我就只準備 藍跟綠 但是黑 不會有再有別的顏色 我們家三四寶是真的沒有粉色系的衣服 可是有一次 我就是帶我家大寶 他生日的時候 我就帶他去一個那個 櫃位上面 就是說 欸 你可以自己選洋裝 你就隨便選一件你喜歡的 那邊幾乎 你知道嗎 女生那種洋裝的那種專櫃 都是一些粉紅色啊 紫色白色很多喔 可是我女兒只挑了一件藍色 而且那藍色超少 我就說 你確定你要增一件藍色的嗎 然後說那邊那麼多漂亮的粉紅色 你都不要 然後他就跟我說 我最喜歡的是藍色的 所以我就 我就自己驚訝一下 就是我 養了他這麼多年 我居然還走上一天 才知道他是藍色的耶 對 人家還沒有 他那時候是五歲生日的時候 他該不會有跟你說 我更喜歡 Tiffany 藍 小朋友 小時候沒藍色的 這樣就厲害了 我都不知道耶 就以前都是刻板印象 男生就應該穿什麼顏色 對 穿什麼顏色 真的容易 像我也會啊 我兒子從小 因為一般人都會覺得 男生就是要玩機器人 女生就是要玩洋娃娃 那我也不例外 所以我兒子小時候 我就是給他很多的機器人 跟那個車子 可是一直到有一天 他在學校跟同學 交換玩具的時候 我發現他 交換回來的那個玩具 是偶像學員卡 其實他喜歡的是偶像學員 對 然後他會回來跟我說 媽媽 你看這個偶像學員卡是什麼 然後我今天換到幾張的時候 我想說慘了慘了 這個性像是不是有問題 但是我就很擔心 它是性像有問題啊 然後我就問他說 你確定這個是你喜歡的嗎 然後我問一下 對 他就說 對 我覺得他很好啊 什麼什麼什麼的 我說好吧 因為小孩子喜歡嘛 比較重要 所以我想說 那我就再慢慢觀察 怎麼辦 可是其實我知道很多家長 都會有點擔心 比方說 男生如果真的玩洋娃娃 女生玩機器人 會不會這樣子 好像跟我們的印象不大一樣 對 這樣真的會影響到長大的 他的現象會不會有問題啊 可以發明一個什麼 芭比機器人之類的 金光下頭啊 對 一張芭比然後變機器人 一定會有耳心 對啊 會有耳心對不對 小孩子如果是男生喜歡玩娃娃 或是說小女生喜歡玩機器人 跟現象有關係嗎 大人真的不要想太多 對 我覺得就孩子 對一個東西有興趣的時候 我覺得爸爸媽媽很重要的就是 我們可以無條件的支持他 陪他去探索我 這個比較重要 對 但是講到那個芭比娃娃 我也想到 因為我們家妹妹都在玩 哥哥以前都從來沒有看過芭比娃娃 他第一次看到芭比娃娃 哥哥的反應是 媽咪 我可以幫他脫衣服嗎 哇 哇 這個戲 沒有男生去玩一個樣子 好大型 小男生有一段時間 其實愛玩搭比 就是女生會幫他穿衣服 可是男生 媽媽 我還想幫他脫一下褲子 我想幫他換衣服 對 我就說 你幹嘛要脫他的衣服 他說 他就會很好奇這樣 所以是男女生真的不一樣 不過因為我們家哥哥 其實是比較秀魃那種 他只要一摔到 或是碰到一點點 他很受那種受傷 根本就看不到了 他就會哀哀叫 然後就會哭 比較細心一點 對 然後我就會覺得說 男生哭什麼哭啊 就是那個一點點皮肉傷 根本就不會 就不會痛嘛 可是他就會哭 那我就會跟他講說 你男生要堅強一點 不要這樣子 可是因為我們家妹妹是那種 大老粗 你知道嗎 他就是怎樣撞啊 蹦啊 什麼的 他從來不哭的那種 所以就完全相反 可是我就滾住錯地方 對 然後其實哥哥有時候也會想說 哇 妹妹什麼都不哭這樣子 他會嚇到 因為他自己 他自己就是會 就太愛哭 所以他現在哥哥 會自己跑到旁邊去哭 他不敢哭 他不敢給妹妹看到 因為妹妹會笑他 他怕妹妹會笑 我覺得時代變了耶 我們家兒女的角色 把你跟你們家一模一樣 真的 我們家兒子也是屬於那種 多愁善感的暖男 最近他已經國三了嘛 國二 女兒國三 我們因為有一些朋友 最近生小朋友 然後太太就會跟我聊到說 那我們 好可愛喔 妳要不要考慮一下 我們現在兩個都大 我們要空窗 妳要不要再生一個 我一聽到這個 我差點以後再哭了 沒有 後來鎮定之後呢 那天再開車回家路上 就跟我們家兒女在後面 我說 妳看到沒有 今天那個叔叔阿姨 他們有個小寶寶多可愛 妳媽說 我們家也要再有一個耶 媽媽真的在考慮喔 然後 然後 我們家兒子就不出聲了 女兒也不出聲了 就這樣 兩個人不講話喔 突然的話題呢 就停住了大概十分鐘 我們就這樣開車 開完 過不久之後 聽到後面 聲音 兒子在哭 兒子在哭 為什麼 我在哭氣 我是錯的 莫名其妙 為什麼 我在車上來不及那個 追問員 因為我覺得 影響開車安全 我就把車子開回家以後 喝到家裡面以後 就開始跟他聊 我說到底剛剛發生什麼事情 妳要再哭 家裡有個寶寶不是很好嗎 他需要補儲 消化自己的情緒 他不跟我講話 到了隔天才開始跟我們講 我們現在一家四口過得很好 我不希望任何 任何的外力 改變我們現在的一個 這樣的狀態 好可怕 他怕有個新生的小寶寶來以後 會 他會分散了我 我跟媽媽對他的那個感覺 以及現在的節奏 或者是現在每天 我們家裡面的 生活的方式跟節奏 會改變 他覺得現在完美 不要改變 他想到這麼遠就開始 就開始掉眼淚 然後我就突然 我已經問他姊姊 我說 妳低嘴又酷了 說怕一個小朋友過來 這個會改變我們家的節奏 妳怎麼都沒有感覺呢 沒擦嗎 幫我自己嗎 我不會幫你們戴啊 你會擦嗎 我會擦我 老闆妳不是結帳十幾年嗎 妳會做問題幹什麼 妳很無聊耶 他就走了 我說為什麼 兒女會擦這麼多 可是這種講起來 你們兩個的男生 如果就刻板印象來看 他們的男生都比較 心柔 細心一點 女生都比較粗壯一點 那我像這樣子的話 真的小朋友 就會有這種狀況 那爸爸媽媽的刻板印象 會不會對小朋友造成影響 別忘了訂閱媽媽好神 YouTube頻道 還有按下鈴鐺 讓你即時收看最新影片喔 想要看更多精彩內容 歡迎點選旁邊這些影片喔 先來自介 先 вари 先讓你癱瘒 媽來 我們 私 Twin 我